对于香港旅游业来说 即将过去的2020年可谓是至暗时刻 受黑豹事件和新冠疫情影响 旅游行业已跌至冰点 日前就香港旅游业的现状 中信社记者专访了香港旅游业 雇员总会理事长梁芳远 旺的时期就是每天可以有 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团 500多一天 最高峰的时期是一团接一团 一年下来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去年黑豹事件那就是 一下子就没团了开始 慢慢慢慢到年底 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月做不了 三四天这样的工作 然后进入今年就更加了 零的工作机会 有些旅游社就做一些 比如说卖水果啊 卖生活用品啊 转去做什么保安啊 回想起过去一段时间的社会动荡 梁芳远仍心有余悸 他说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与实施 让社会重归平静 也为香港旅游业的重新复苏 打稳了基础 想想去年的这个社会 我们在走在街上都很害怕的 所以一个晚上数据楼下 随便看着一个银行 就给打得砸得烂了 然后那个街上行人走的地方 那个砖子翘起来了 但现在明显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这个确确实实就是 国安法之后给香港带回来了一个安宁 对于我作为旅游业员来讲 那当然我们是愿意看到一个太平的社会 你只有太平的社会 你才可能有旅游做得起来 虽然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但香港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 在梁芳远看来 疫情为香港旅游业带来挑战的同时 也成为促进行业变革转型的动力 从业者应在疫情冲击的阵痛下 思考和弥补自身的不足 硬件上面已经是越来越落后了 它没有很大的一个土地供应 它做大规模的一个旅游景点 旧游的旅游景点里面 也是跟周边没有多大的一个竞争力 一定要变 香港有很多的一些自然风光的 一些国家地理公园 这些可开发的服务这一点要加强 怎么样去从这一年多的这个痛点里面 看到自己的不足 我们的从业员怎么样去从这一点去改变自己 梁芳远介绍 疫情反复之下 云上旅游成为新趋势 目前他担任理事长的香港旅游联业工业联会等机构 开设了多项云旅游教学课程 为有意向的从业者提供专业培训 怎么样透过云端 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尝试在做云旅游 工会呢 我们自己呢 就是培训一些KOL的课程 我们就教一些导游 怎么去做好自拍 怎么制片 怎么做好一个短视频 叫他们在抖音上面 去开自己的账号 怎么去吸粉 2020年即将过去 谈及对未来的期望 梁芳远说 希望香港的疫情尽快好转 行业的至暗时刻能尽快过去 期待香港旅游业可以重整旗鼓 重新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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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